这个小男孩要搞事 大夏天他裹得比粽子的厚 他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推去了衣服 一丝不挂的走在路上 竟然没有人能看见他 他来到班机 拿起一把枪 对准老师的黑板 就是一枪 还好是彩蛋枪 可老师怒了 问谁干的 男孩直接把枪丢给了大壮 就这样 大壮莫名其妙的被狠狠的叫一了一顿 随后他又来到了比赛的球场 这个小男孩隐约觉得后背发凉 就在关键时刻 男孩推了他一下 直接被判出局 被教练狠狠的教育了一顿 这还不过瘾 他又来到了女生的浴室 天呀 这简直就是天堂 可就在这时 一个晕筋就蒙在了他的脸上 完蛋了 他叫小帅 是个天生的废彩 上学总是被大壮和虾米欺负 一度成为学校的笑柄 但他特别喜欢超级英雄 总是梦想着自己有超能力 但接下来的事 让他自己都震惊了 在一场化妆舞会上 小帅又一次被他们集体欺负 还堵进了厕所 吓坏了的小帅不停的祈求 让自己有超能力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暗了下去 小帅真的消失在厕所里 转眼就到了早上 小帅醒来 发现自己真的可以隐身 连妈妈都看不见自己 他震惊了 于是他第一件事就是报仇 他来到学校 四处惩罚欺负过自己的人 还把自己的考卷 通通改成了正确答案 全是满份 原以为这样 妈妈会很开心 可意外听到了妈妈的谈话 原来自己是被领养的 本来身边就没有朋友 现在连妈妈都是假的 这让小帅感觉特别孤独 一个隐身男孩 在海边荡秋千 意外被一个女孩发现 秋千突然就停在空中 这让女孩十分好奇 就在这时 男孩打了个喷嚏 吓了女孩一跳 但女孩还是表示愿意 和他交朋友 于是两人就用笑脸 作为交流的暗号 这让小帅感觉到了温暖 从此小帅会每天看望小美 渐渐的 两人开始升温 可就在关键时刻 超能力却在渐渐消失 吓了小帅赶紧跳窗逃跑 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深思后的小帅 打算以真实的自己去见小美 却意外发现小美被绑架 小帅狂奔上去 想要阻止 可根本不是歹徒的对手 只是划伤了她的胳膊 回家后的小帅很气愤 所有人都想安慰她 可小帅却大后 直接爆碎了玻璃 看来小帅还有更大的能力 转天 小帅意外碰见了一个眼盲的男人 他告诉小帅 是他爸爸 并给了他一件衣服 是他母亲留给他的 穿上就可以控制 他身上的隐身能力 原来十几年前 发生了一场灾难 大部分人都死了 留下的都拥有了超能力 并被神秘组织控制起来 供他们研究 而就在这时 他母亲生下了他 俩人为了让他过正常的生活 就偷偷的逃出了实验基地 但母亲却因为要帮父子脱离危险 一个人去阻挡神秘组织 被其杀害 更是为了小帅的安全 男人把他交给了 现在的妈妈抚养 所以现在抓小美的人 其实都是在搜找小帅 因为他才是最有价值的 超能力者的后代 男人走后 小帅母亲的同事找到了他 并要送他回家 可到了家里 小帅就发现 这个人手臂上的伤口 他就是那个绑走小美的坏人 隐身小男孩换上战衣 决定逃跑 但这个人也察觉出了小帅的不对 于是他就用面粉 撒满了整个屋子 小帅的足迹 也瞬间暴露了出来 这个人一把把小帅摔在墙上 想要绑走他 可还是被小帅挣脱 小帅一路跑到了马路上 坐上了大壮的车 大壮被这个在空中悬挂了头 吓得差点尿裤子 一溜远就跑了 小帅告诉了大壮 自己有隐身的超能力 并说明自己要去救被绑架的小美 也告诉大壮 他的好友虾米也在里面 两人决定一起营救小伙伴 但此时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还好小美机智 在几个小伙伴的帮助下 逃到了外面 并要探照灯 来提示小帅自己的位置 但很快自己就被发现 被独自关进了更隐蔽的地方 小帅和大壮赶了过来 此时小帅运用起超能力 也变得游刃有余 成功的解决了障碍 也很快找到了小美的位置 救出了小伙伴们 可这时小美却执意要求救一个老头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突然变了面孔 原来小美被控制了思想 这个老头才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 这次终于抓到了小帅 要带他离开这里 剩下的其余全部炸毁 而小帅的爸爸和养母 也赶到了现场 就在爆炸的最后一刻 救出了被抓起来的孩子 小美也将被带走 处理掉 小帅一怒之下 爆发了他的另一项超能力 毁了潜艇 拉着小美跑进了救生艇 冲出了海面 最终赢得了胜利 小帅也变成了大英雄 你以为就这样 带着小美走向幸福了吗 不不不 神秘组织的最高领导还活着 也拥有隐身超能力 那就是小帅的母亲 她并没有死 如果你有这种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 我是夏末 我们下期见 如果你一辈子被几根线控制着 你会怎么做 小强就生活在这么个奇葩的世界 每天必须被几根线控制着上班 根本没有休息 她不情愿的关上音乐 拿上钥匙 再巴一关灯就出门了 尽管外面下起了大雨 但被控制的人生 就算下刀子 也只能硬着头皮前进 她来到地铁站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被线控制的人 就连流乱汗也一样 她烦透了这样的生活 突然 透过地铁门的缝隙 她竟然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更神奇的是 她竟然没有被线控制着 她十分好奇 想一探究竟 没想到地铁门却马上要关闭了 男人不死心 于是趁着地铁门关闭的最后一秒 跳了出来 却没想到 她身上的线被死死的卡在门上 于是 她用力一拽 结果线全断了 男人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第一次挣脱线的束缚后 男人试了试手指 原来她可以控制自己 感受到了自由的快乐后 她开始感染起了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知道 人生需要自己主宰 可这一幕 却被暗中的操控者发现了 他们暗响了警报 派出大批的军队来抓捕他们 而这些挣脱束缚的人 却早都逃之夭夭了 所以自己才是身体的主人 没有什么事 可以影响你享受快乐的权利 如果是你 你有勇气挣脱 那根捆绑的线吗 这是一种神仙的减肥方式 把一群300斤的胖子 随即丢进神秘浴桶里 然后再转上个200来圈 出来后就会瞬间变成长腿美女 这样的减肥 你想要吗 小花就特别想变瘦 于是就走进了这家减肥医院 在这里很奇怪 所有的美女不仅身材一样 长得还一模一样 随后小花就被带进了一间浴室 经过美女的曼妙舞蹈后 所有人都被丢进了巨大的浴缸里 然后天上就掉下了一群大管子 将他们每个人不停地旋转 经过200来圈后 又把他们放进烤箱里 每个人的身上还要喷上一些神秘喷剂 静静等待五天 这期间绝对不能吃任何东西 他们不停地挥舞胳膊 希望全身都能雨露均沾 但一个女孩却趁人不注意 偷偷跑了出来 因为她太饿了 结果她真的在一个房间里 发现了蛋糕 就在大家都即将进入 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时 女孩却没忍住诱惑 偷吃了起来 而这时 大家都被一根大管子吸了上去 掉下来时都变得瘦瘦的 他们都从300斤 变成了80斤的美女 随后再由工作人员送出医院 哇哦 这真的太漂亮了 但总有意外 小花真是经过9981难 也受不下来 但她并没有失望 因为爱你的人 永远不会嫌弃你 也只有自信健康 才是真正的美 那你们猜 那个偷吃的女孩 到哪里去了呢 小男孩不小心 打翻了一瓶神秘液体 结果手上的温度 居然达到了3000度 她露铁 铁会瞬间融化 摸鸡蛋 鸡蛋也会瞬间变熟 就连桌子 也会被她烫出大洞 小男孩被吓坏了 于是赶紧把手放进水池里 但水却一秒就干了 于是她又想到了冰 她以为这样肯定会降温 但她去拿纸 纸又突然燃了起来 这可怎么办 她今天必须要做一块大蛋糕 因为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但痴迷实验的爸爸 却根本不在意 她把自己实验失败的药水 贴上标签就放到了柜子上 根本没有注意到儿子的礼物 但小男孩并没有失望 她决定为爸爸 做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可就在挂派对挑夫时 不小心又打翻了爸爸的药水 这下惨了 手居然变成了3000度 冰箱里所有的食材 到她手里都瞬间变熟 就连做蛋糕最重要的鸡蛋 她都无法倒出鸡蛋液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却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好办法 她用铁夹子夹起个试管 用它来抽取鸡蛋液 然后再放进 早就放好黄油的容器里 可她想去夹面包粉 夹子却被烫熟了 于是她就用手套去抓 可手套瞬间就秃了皮了 她小男孩并没有气馁 她用手指轻轻用力一点 面包粉就撒了出来 她测量好量后 就关上了柜门 再用机器搅拌后 81分钟后蛋糕就好了 就在这时 又一次失败的爸爸 惊讶地发现 厨房已经一片狼藉 看着派对上的条幅 爸爸才知道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他很后悔 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孩子 幸好没有酿成更大的危险 所以请不要忽略 孩子对爱的感受 因为陪伴 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爱 这个100岁的牵翼富豪 想要长生不老 于是就跳进了 300度的冰水里 结果真的变成了 18岁的小伙子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在北极的原始人里 流传着一种秘术 只要花重金 就可以让80岁的老人 重返18岁 富豪得知消息后 就赶紧去车赶往 看着驾驶 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 重量级人物 钱多的更是几辈子都花不完 而这样的人 唯一担心的就是 钱还没花完 人就敢了 因此但凡有一点 有关长生不老的秘方 他都要尝试下 富豪还没有到 北极的法师就先急了 为了几两岁银 他们早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们先是用力气 测量了一下水门 然后再用香薰 薰了长长八个小时 就等富豪的到来了 而富豪也是毫不客气 一秒不耽误的直奔主题 他脱去千万西装后 就跳了下去 又长长浸泡了十个小时 奇迹发生了 果然出来了一个18岁的少年 接下来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检测了自己的身体 状况非常棒 又叫工厂的工人 没日没夜的为自己赶制礼服 来庆祝他的脱胎晃骨 看着镜中的自己 富豪满意极了 随后又被成群的豪车 护送到了机场 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只知道又多了一位 既年轻又神秘的富豪 如果真的可以让你重返18岁 你想试试吗 太可恶了 小乞丐捡到了个苹果 却被爸爸一把抢走 他都快被饿死了 而爸爸却不管不顾 无论逃到任何食物 都不给儿子吃 还叫儿子看着自己吃 哪怕是别人给的一瓶水 爸爸也不会和儿子一起分享 就算讨到钱 爸爸也不给儿子买任何吃的 直到这天 一个女人给了小乞丐一块面包 爸爸还是照例抢走 自己吃 还不停的骂儿子是废物 女人看到了这一切 他并没有愤怒 而是从包里拿出了一打钱 递到了爸爸的面前 他看出小乞丐很善良 决定收两道 看到这么多钱 爸爸瞬间眼睛瞪得比牛都大 尽管儿子还是不舍 但爸爸却觉得钱比儿子重要 就这样 女人把男孩带回了家 还精心照顾 然而等他们再次见面时 爸爸已经快被饿死了 没有了儿子 别人也不再同情他 这个小乞丐就快被冻死了 别人丢给他钱 他却舍不得买衣服 这时一个男人路过 看他可怜 就把自己仅有的十块钱 送给了乞丐 结果却出现了奇迹 男人走后一摸灯 又出现了十元 更神奇的是 只要他拿出十元 就会出现下一个十元 男人开心极了 他打算把钱全部送给小乞丐 可低头一看 原来刚才是自己的梦 眼看自己根本没钱 男人把衣服脱了下来 送给了男孩 虽然并不合身 却无比温暖 而男人只能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 只穿着一件衬衣回家 而小乞丐路过一家服装店时 因为好心帮店主捡起了衣服 店主送给小男孩一件 极为温暖合身的衣服 小乞丐又赶紧找到了男人 把衣服还给了他 原来温暖真的可以传递 而这一切都与金钱无关 那么你愿意做那个温暖的人吗 小胖妹特别喜欢跳水 看见别的小女孩从高台跳水 哇哦那简直太酷了 她也想试试 于是她一跳 哎就啪唧 拍在了水面上 那个小女孩一看小胖妹根本不会 又十分挑衅地跑到了八百米的高台 女孩嗖一下 两个空中反转三百六十度后 又完美地落入水中 更厉害的是 落水后居然还没有水花 这不仅惊待了岸上所有人 还迎来了佩服的掌声 小胖妹一看 她也想得到掌声 于是也爬到了八百米的高台 果敢的又一跳 结果啪唧 再次拍到了水面上 还激起了千层浪 更惨的是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她 于是她赶紧又到岸边 想要得到妈妈对自己勇敢的赞赏 但妈妈却根本啥都没看见 小胖妹失望极了 可一转头 女孩又跑到了最高的高台上 还要加大难度 仰跳 这可把小胖妹羡慕懵了 女孩一个转体 平稳下坠 又来了个漂亮的侧踢 真是帅呆了 更惊艳的是 女孩落水的一瞬间 还是没有一滴浪花 于是小胖妹又想做药试试了 她勇敢的爬上了最高的跳台 好不容易站起来 还差点被海鸥撞倒 万万没想到 因为这一跳 女孩居然救了所有人 就在女孩忐忑的时候 一直鄙视她的小女孩 居然不小心点燃了自己的头发 女孩一着急 还被狗狗绊倒 结果却引发了火灾 就在大家都被围困的时候 小胖妹跳了下去 结果却激起了万层巨浪 大水直接沸泳上了岸 不仅意外扑灭了大火 还迎来了所有人的掌声 女孩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一屁股却成了大英雄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只有勇敢努力 我们都可以成为大英雄